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我们来看一下国立的11月16号到11月22号呢 十二生肖周运氏咯 这个礼拜呢逢到了是22号的一个小雪的节气哦 那这礼拜呢要特别注意哦 着重在养生 增强你自己的抵抗力哦 否则呢很容易呢因为天气的变化关系 人呢也会变得很懒 情绪呢或许会变得比较低落一点 那这个时候更是要把身上的阳气提升 多做运动 甚至于呢多去晒太阳泡泡澡呢 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呢更加的旺盛哦 要记得气血足了运气才会足哦 好这个礼拜呢生肖鼠猴老鼠猴龙的朋友呢 运势的表现呢只有一颗心哦 那一颗心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呢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呢 会带来很多事情的变化 甚至于健康出问题的状况哦 所以一定要记得做很多事情一定要有耐心 努力呢让自己呢保持一种热情的状态 你要记得有难关的话一定可以关关难过 关关过 那身体健康的话呢最怕就是老毛病又复发了 让你觉得说为什么身心呢状态都是处于一个 比较低落的一个情形哦 那这个情况的话要记得要努力让自己呢 多接受一点正面能量才不会让你的健康思绪都呈现是一个浑浑饿饿的状态 好本周呢生肖鼠蛇鼠鸡还有鼠牛的朋友呢 运势上有三颗心的好运气哦 人际的好运气呢带动各方面运气的提升 那广结善缘呢是你这阶段当中呢必须要去做的功课 你会发现说遇到很多障碍的时候呢 或心情不好的状态 那我们可以多去找一些贵人尤其有一些有经验的长辈呢来去寻求 然后你会发现说很多的解答甚至于一些问题呢都会让你过难开朗哦 那这礼拜呢你会发现这个贵人呢帮助你在事业上啊 甚至于生活上呢或是感情上呢都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帮助 记得广结善缘就是最重要的 好本周呢生肖鼠虎鼠马还有鼠狗的朋友呢恭喜你们哦 运势有五颗心的好运气耶 在哪方面呢就是财运方面呢会觉得好像赚钱的机会特别的多 那如果呢你正在推展一个业务呢那只要你保持信心你会发现 哇这个业务的推动呢还算是很顺利哦 那推动出去成功的话也会获得呢还不错的绩效奖金哦 那此外呢财运方面呢也要多留意一些例如投资理财相关的不动产的买卖 甚至于呢稳健型的基金保险方面呢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哦当你做好功课 这个礼拜呢就是你出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礼拜所做的决定有关于金钱上的决定都可以让你呢心想事成财运很通哦 好本周呢生肖属猪属兔属羊的朋友呢运势上有四颗星的好运气哦 在哪方面的好运气呢哇其实这礼拜呢红卵行动哎 那你会说红卵行动不就是爱情吗感情桃花吗也是哦 其实它贩子呢跟贵人桃花也是真的是很有关系 所以你要记得哦当红卵行动来的时候呢可以多安排一些旅游的计划 外出呢走动一下呢会遇到很多的贵人 甚至于呢在事业上呢如果你在开发产品呢也会有很多新的idea跟想法哦 那这个礼拜呢很多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之外呢 你会发现说人都有很多的愿望嘛 那你的愿望呢只要愿意踏出让你自己竹梦踏实的话都可以心想事成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加码的部分呢 财运最顺恭喜生肖属兔的朋友 以及呢我们事业最好生肖属兔的朋友 还有呢我们的桃花最红恭喜生肖属兔的朋友 恭喜你们 也许啊 当然 嗯 人家 有办法 不是 你